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香港领南大学教散文 如果只选一篇鲁迅 我就选利论 如果多选几篇 必有小杂感 因为这是代表了鲁迅特有的问题 小杂感金句太多 俯首就是 约翰穆勒说 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 共和 使人们变成沉默 这段我们之前讨论过 专制跟渔民的区别 要上战场 莫如做军医 要革命 莫如走后方 要杀人 莫如做筷子手 这个是我老读错 筷子手还是柜子手 既英雄又稳当 普通一些 鲁迅这个说法 做军医 如果像白秋恩这样 当然也有危险 杀人做筷子手 那我们可以参见 沈松文的新已旧 那个小说 与名流学者谈 对于他之所讲 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 太不懂被看清 太懂了被厌恶 偶有不懂之处 彼此最为何疑 以前做研究生的时候 就已经记下了这段教导了 后来做老师 觉得还依然管用 刻薄 但是真是 不仅师生之间 和名人群众之间 朋友之间 甚至男女之间 有时都是这样 不能显得太不懂 也不能显得太懂了 阔的聪明人 种种譬如昨日死 不阔的傻子 种种实在昨日死 这些句话解释一下 以前种种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如今日生 这是曾国梵的原话 1927年8月18号 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跟蒋介石 北伐军总部 河流反共 这个叫宁汉河流 汉口的民国日报的社论 就里面这么说 以前种种 比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 比如今日生 意思说 汪精卫跟蒋介石 不要计较之前的分歧 以后携手 当然我们都知道 最后也没有携手 鲁迅这个话 一方面是讽刺汪奖和流 另外一方面是感慨 穷人弱者 总归是最吃亏的一方 在鲁迅的笔下 记住傻子 是一个正面的概念 野草里边有篇 有名的文章 叫聪明人 傻子和奴才 所以这个奴才 老是抱怨自己生活很惨 到处逢人抱怨 那个聪明人 听了以后就表示 深刻的同情 但就劝奴才 说哎呀 总会好起来的 总会好起来的 奴才听了以后 觉得安慰 后来呢 他又向傻子去说苦 傻子一听就发火 住的地方 不给你开窗啊 闷死了 跑过去 就帮奴才 砸了一个窗洞 奴才慌了 哎呀 叫了一群奴才 把那个傻子赶走 赶走跟主人说 他给我开了 搞了那么个窗洞 主人说 表样很好 傻子是不好 赶走了很好 奴才呢 听了表样很高兴 聪明人在旁边 也很高兴 你看 将来会好的吧 这故事是非常 耐人行为的 我们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主人公 是奴才 而不是奴隶 这一字之差很重要 我们在重途鲁迅的 过程当中啊 已经重复过好几次了 奴才比奴隶 少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少了傻子的 这个成分 或者说奴隶 如果很开心 而且还想做人主 那就是奴才 在鲁迅看来 现在评论派 刘英美的这些 正人君子们呢 就是他的故事里的 聪明人 他们老是在劝奴隶 不要做傻子 而要做奴才 当然了这个语言 用来解释 胡适这一派的历史作用 未必精准 不放在更广泛 更抽象的时空语境里呢 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中文人 奴才 啥子 我们是什么呢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 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 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 大抵 这段三段事 放在几乎任何时空下 都大抵如是的 不信我们就可以看看今天 今天谁主张复古啊 怀念三十年代救上海 或者是遥想复兴国学 回忆康乾盛世 是什么人呢 正在扩期的是什么人呢 那些进入四百五百强的 这个老总啊 或者是疫苗公司的 那些赛胞的儿媳妇啊 等等啊 正在扩期的 那未曾扩期的 什么人呢 整天坐键盘侠 所以这个社会啊 谁想回到过去 谁想保持稳定 谁想不断的变革呢 我们都可以从他现在 利益的可以看得出来啊 继续读鲁迅的小杂感 他们之所谓复古 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 并非余下商周 这个鲁迅讲的 他们呢 可能是林秦南 张诗昭这些人 也可能是指当时要恢复 帝制的 袁世凯 张勋等政客 当然现在想复古的人 就更复杂一点了 现在这个复古 都是要打引号的了 假如我们有办法 做一个匿名的民意调查 假如我们可以复古 假如我们可以穿越 假如可以回到什么时候去呢 我们来民众心理来想想看 袁世凯 那个时候同城派 三十年代上海 或者回到朝霞的年代 直到朝霞吧 1975还是76年 上海出的那个时期的唯一一本 文学期刊 我还想研究呢 朝霞的年代 继续读哈 鲁迅说 女人的天性中 有母性 有女儿性 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 只是母性 跟女儿性的混合 这个鲁迅的 这种小杂感 跳跃的实在太快了 这个一下子 来到了女性主义的问题了 母性 女儿性 妻性 太复杂了 我这个身为男的 就不好说话了 且不易 最近有一个 一家报纸 为了宣传我的新书 访问 就我讲了一通迷途 我这个表达了 自己意见以后 还小心谨慎 拿的稿子 反复改来改去 所以女人话题 男人少说话 自称盗贼的 无虚防 得其反 倒是好人 自称正人君子的 必虚防 得其反 则是盗贼 这个鲁迅 这个时候的正人君子 都是特指的 就是陈希盈 徐志摩 顾吉刚 包括胡适等人 当然了 事实证明 他们都不是盗贼 胡适啊 盗死都没有说 鲁迅不好 在50年代了 他重新看到 鲁迅在30年代 给朋友写的信 抱怨 奴隶总管等等 胡适还颇以为 鲁迅 为同志 盗贼 当然那个时候 也有了 后来也就一直是盗贼 子弹飞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 那隔壁一家唱着留声机 对面是弄孩子 楼上有两人狂笑 还有打牌声 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 他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鲁迅这段小杂感 把穆斯英后来有名的小说 叫《上海狐步舞》的场面 都盖困 穆斯英这篇小说 是被认为 中国最早的意识流小说 小说里边 有一个场景 就是电梯 到了这一层 看到一个什么场面 到了另外一层 又是一个不同的场面 再一层 又是一个不同的场面 比较有意思的是 当穆斯英 穆斯英是被认为 上海新感觉派 非常波尔学华的 这样的一个作家 他对上海 反而是一个批判的角度 对于刚才看到的图景 反而鲁迅却说 不通 我只是觉得他们吵闹 真的吗 我想作家 把这些画面 并置在一起 就是一种 人性相通的努力 关于人性跟文学 我们以后讲鲁迅 跟梁石秋吵架的时候 再详细地分析 继续读 革命 反革命 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 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 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 而被杀于反革命的 或当作反革命的 而被杀于革命的 或并不当作什么 而被杀于革命的 或反革命的 革命都好 革革命都好 革革革命都好 革革 省略好 这是鲁迅对后来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总预言 具体例证太多了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 一感到干净时 极无创作 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暗 扬珠无书 创作虽说书写自己的心 但总愿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一个人看 便满足了好远 说这个小杂感 就是这样 刚刚在预言革命 突然来了一段创作论 其实鲁迅的著作 很少这么直接讲爱 这次是个例外 把一毛而立天下而不为的杨书 当然就不会创作了 鲁迅这段话 其实替很多看似颓废 消成悲观 甚至绝望的创作辩护 比方说鲁迅承认 他自己在野草当中 他也是非常悲观绝望 约达夫的作品 一直被人非议为颓废 鲁迅我们是说过 他创作设计系统 他只跟约达夫成为好朋友 因为在鲁迅看来 假如真的完全颓废 绝望心如死灰 那就不会有颓废绝望 心如死灰的作品了 鲁迅最后一句也很重要 一个人看便满足了 假如作品有一个人真正欣赏 其实就会有多人欣赏的 加以时间 坚持自己的道路 坚持自己的看法 不管多少人 有没有人关心在乎 我现在有些朋友啊 到了一定年以后 名啊 利啊 全放开了 就觉得这一辈子 还有些什么东西 没写出来 而且他们觉得 他要不写的话 别人都不会这么去写 所以呢 他们就不管能不能发表出版 也不管别人会怎么看 写下自己 真心想说话 真心要说的东西 别人没法说的东西 所以也真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 年纪很大的作家评论家 有些作品 我们要求就会也有点高 就是因为 如果你再是一种 像职业一样的写作 或者弄一些技巧之类的 人们就会觉得惋惜了 哎呀 时日无多啊 何必再用技巧 如何必再求销量呢 当然 话说回来 我这个冲突鲁迅 还是希望多一点听众的啊 哈哈哈哈 人往往正和尚 正尼姑 正回教徒 正耶教徒 而不正道士 懂得此道理 懂得中国大半 每次读到这一句 我便有些自卑了 因为我们读鲁迅说了 因为鲁迅懂中国的人和事 好了 现在鲁迅说了 懂了这句话 就懂中国的大半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来理解鲁迅这句话 鲁迅认为这个 中国人讨厌和尚尼姑 回教徒 基督教徒 这说明中国骨子里 不是一个宗教国家 我记得范文蓝呢 他的那个中国通识简编啊 有很多缺陷 但是还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中国通识 他里边有一个观点 我印象很深 他说 为什么在唐代 明明连皇帝啊 也相信佛教 老百姓也相信 中国到处山水都是佛庙 可是中国就是没有成为一个佛教国家 不像日本 不像东南亚的国家 他说就是因为 儒教跟佛教在教义上 根本性是有抵触的 范文蓝说 中国人呢 你到烧香拜佛他行 但是他不能够接受 佛家的一个轮回的一个道理 为什么 就是说 下一世我会变成一只猫 这个我妈妈会变成一只狗 或者是 这些中国老百姓心里 从骨子里接受不了 这样的轮回说 所以呢 相比之下呢 只有道教 他一方面可以吃药成仙啊 采因补羊啊 等等养生 另外一方面 他跟儒家学说是天然互补 什么穷者独占其身 大者见己天下 如果你修其自评不行 那我们还有一句叫 退一步海阔天空 旁观者像史密斯说过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徒 就如同所有的英国人 都是撒克逊人一样 但儒家影响社会上层 宿命呢 又是更道教 道教呢 其实跟儒家冲突最少的准宗教 当然了我们也是 尽量在尝试理解 鲁迅这句话吧 因为在这个尝试当中 我们还是没有懂得 中国大半 还一小半都没有 中国的事情 我说实在话 现在越来越看 小杂赶的最后一段 一件短袖子 立刻想到白臂膀 立刻想到全裸体 立刻想到生车器 立刻想到性交 立刻想到杂交 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象 唯有在这一层 能够如此跃进 这一段倒是懂了 因为门心自卫 也有体会 大概这个礼教发达 民族所谓集体无意识里边 就是这个性压抑的成分多 所以呢 积淀下来呢 联想速度就丰富 这也是某种文化积淀吧 所以呢 常常看电影啊 我就注意到 国人容易嘴巴半招半闭 我以前还不相信 有一年呢 来了几位内地的同行学者 他们开完会呢 要去看那个 魏三杰版的设计 专门做了出租车 出去看 看到那个 梁朝伟汤伟长戏的部分呢 我因为看过了 所以回头特地去关心电影院 果然 回头一看 大部分的观众 嘴巴是半张半闭的 这样攻击我们中国人民的鲁迅 是否应该受批判呢 好 下一集我们就会读 最眼中的朦胧 看看鲁迅 怎么样被年轻一代革命作家 所围攻 是否应该受批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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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